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说它很神奇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我们保护贴都是薄薄的一片 那它的设计拿到的时候打开来 它是像一块像模型的感觉 一个银银的塑胶壳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有一层膜 它这膜一面是贴着一个保护贴 等于它是一个框架 然后待会我们会把它直接套在这个手机上 然后很快的就完成了贴 保护贴这个动作 而且非常的精准 好 那 还是先看一下它的配件有哪些 它随附会有一个配件包 配件包里面会有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是酒精清洁棉片 那如果表面有一些脏污汁的话 可以用这个酒精棉片来擦拭 再来呢有一个擦拭布 还有 一般比较少一个配件 它叫除橙贴 那它就是如果你清洁完以后看到上面还有一些小灰尘 那可以用这个贴纸 它就像一个贴纸一样有粘性 然后可以把它沾黏 把一些小灰尘给细掉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应该是刮片 上面有他们的logo 一个塑胶片 OK 好 那如果你不会使用的话 其实很简单 如果真的还是不会使用 那说明书上面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还有一个QR Code 扫描以后可以直接到他们的网站 去看影片的操作方式 好 那 不过我想这边我也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它多简单呢 好 我们看到它上面有它的一个操作方式 其实只有第一步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步它虽然是英文 不过很好懂 它叫Pull Down Pull Down的意思就是向下拉 就是我们在保护贴它的面是朝下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要把这个一个保护膜向下拉 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它特别提醒你不要往上拉 所谓往Pull Up 往上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反过来去拉掉这个贴膜 为什么呢 那 这个原理很简单 就是 我往下拉的时候灰尘不会跑进去 但如果你是反过来的话 你这样往上拉 那可能空气中的灰尘就会吸附上去了 那待会就会贴的不OK OK 好 那 我还是再检查一下我的手机 好的 先确认一下 表面 不要有任何的灰尘 好 这样 已经非常干净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一个动作 就是Pull Down 把它往这些撕掉 这个胶膜就拿掉了 第二个动作呢 它就是 把它往下压 顺着它的一个壳的位置 好 那就把它 确定对好以后 往下一按 就可以看到了 这边保护贴 它受力以后 它就自动吸附到我们的萤幕上面了 那这边有一层胶膜 黏着这个框的四周 所以当你往下压的时候 注意一下好 这边不要压到这边的贴纸 往下压的时候呢 它的贴膜跟这个外框 就会慢慢的分离 好 再给它压一下 脱离了 脱离了 可以 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手机跟这个外框 它就已经分离开来了 好 那 刮刀在这个时候 可能就有点用途了 比如像这个尾巴 还没有很贴附的时候 它基本上 它一个静电的一个吸附方式 它会慢慢慢慢的贴附 有一些边边没有很贴好的地方 可以用这个刮刀稍微推 推一下 还没有完全开 其实很简单 只是在影片操作的部分 跟大家讲解操作比较久一点 好 其实用 我还是习惯用手 好了 那我们把它拿下来 外框拿掉以后 然后再来就是 第三步呢 就是把这一层 保护膜 上面这一层保护膜给撕掉 如果边角一些小气泡的话 就稍微手推一下 让它粘胶 跟我们萤幕贴合 那基本上就不会有 产生这种气泡的现象